不良人中原十大高手公开 四大师祖稳居四席 李茂真兄妹接近无敌 在不良人第一季到第五季中 出现了非常多的高手 主角团的敌人也是从小星位到了大天位 可以说每一个对手都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中原十大强者都有谁呢 首先就是李茂真兄妹 功法就是幻音诀 修炼速度非常快 女帝只是比李星云大一点 她的实力早就已经在大天位之上了 可以说是前期非常可怕的存在 而她的哥哥李茂真更是实力超越了师祖 主要还是修炼了十二动秘法 从李茂真的表现来看 她是最接近过良帅的存在 可惜输给了自己的妹妹 此外就是四大师祖了 妥妥的中原前十强者 其中侯卿非常的全能 在洪散的加持下 她未必会输给其他人 只可惜她见血就虚脱的弱点 真的是致命 也不知道她这血染河山的称号怎么来的 此外就是汗拔了 妥妥的战争机器 本身块头就大 再加上她的火力覆盖 很少有人能够挡住她 还有就是师祖迎勾 出手秒杀了巴尔 为此她的实力起码和齐王差不多 甚至要更强 具体还是要等到她正式暴露实力才能得知 通文馆这边就是李存李 还有死去的李克用 李克用比起齐王还要强 奈何得罪了不良帅 自己的亲儿子也被尽心魔斩杀 可谓是大势已去 最终全都便宜了李四元 此时的李四元修炼两种功法 估计也已经远超大天位了 再加上李存李和巴尔 他们这边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还有就是会决大师 这也是前面出现的角色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和尚 他能够破解佛异百娜 并且还知晓一些后面的事情 估计也是非常接近不良帅的存在 后面应该还会出现 当然剧中天花板依旧还是不良帅 三百年的功力可不是开玩笑的 再加上天刚爵这种霸道的武功 他已经无人能敌 至于老李 虽然如今已经很强大了 但是和真正的高手相比 还是有点差距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